行了 别吹了 吵死人 瞎胡闹 我听明白了 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 啊 蹦蹦擦擦擦碰 今天你吃我 明天我吃他 后天不知吃谁家 大唐战神薛仁贵因厌倦官场的勾心斗角 不愿再为大唐挂帅戏争 于是便以假死仕途蒙混过关 罗通和秦淮玉等人回到长安 向李之上奏说薛仁贵已死 满朝上下皆是伤心流泪 唯独成咬金却放声大笑 他表示自己根本不相信薛仁贵就这样死了 薛仁贵要真的死了 老陈比你们哪个哭得都厉害 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陈的命 还是我的半个刚儿子 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啊 一旁的君师徐茂公其实早已看穿一切 刚才的伤心也是配合成咬金演戏 他不想再做帝王眼前的出头鸟了 于是便怂恿成咬金亲自前往并监王府 再请薛仁贵回朝挂帅 君师所言极是 成老千岁啊 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